我们来介绍C 过猛双甲会氧化C跟绝 但是不会氧化鱼 所以C跟绝会让过猛双甲困色 但是碗内不会让过猛双甲困色 这是因为C跟绝有双腺或者三腺 所以能够被过猛双甲来氧化 但是碗内它只有三腺而已 所以它没有办法被过猛双甲氧化 那再来第二点 C加水氧氧化可自得醇 然后绝加水氧氧化可自得全落成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只是利用到马可尼夫规则而已 比如说C加水变成醇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C 用以C来做例子 以C是CH2 然后CH2 这样子 然后呢 要加水 要加水 这个水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拆开 对成H还有OH 这样子 所以要把H跟OH加到以C上面 那怎么加呢? 我们可以利用马可尼夫规则 但是这里的C跟这个C 都是有两个H 所以这个H要加到哪一个C都没有关系 那老师选择加到这一个C 所以 会变成 这边 这边是C H3 然后 这边 双键变成单键 这样子 然后这边 C的话 造钞 然后OH要加到这个C上面 所以变成 所以变成H2造钞 然后这边接 OH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一个就是乙存 这是我们以前 这一个事情 C2 H OH这样子 这一个跟这一个是一样的 那再来 绝加水 为什么可以自得 全货重呢? 这我们可以来看3 第一个 我们用乙绝来举例 乙绝加水 可以自得乙权 为什么? 我们把乙绝写出来 然后加上水 那水 我们可以拆开来 变成H和OH 然后我们利用马可尼夫规则 但是你看 这个C跟这个C 都是只有接一个H 所以这个H要接到哪一个C 都没有关系 那老师选择 把这个H加到这个C好了 所以呢 这个C呢 就变成了接两个H 就是变成什么? 就是变成C 然后H2 然后三件变成双件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C 然后H造钞 然后我们把 这个OH 加到这个C上面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呢 经过氧化的话 这个H呢 会跑到这里来 那这就不是可谜覆规则 这个就要应备了 就是H要跑到这个C上面 所以呢 这个C呢 就是会接了三个H 比如是C 然后H3 然后 双件要变成单件这样子 然后C 然后H造钞 然后 这边因为H没有了 所以这边只有O而已 但是这个O呢 这边一定要是双件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C才会满足巴力 所以呢 你看这个 它就是 乙圈 这样子 那再来我们来举例 丙绝加水 丙绝加水呢 可以得到丙绝 为什么 老师先把丙绝写一下 就是在这里 然后 加上水 那我们也是 跟 这里一样 可以说 可以拆开来 变成H跟OH 那 你看 我们知道 H跟OH 一定是加在多件的地方 不是加在三件的地方 所以呢 H跟OH 不是加在这两个C上面 应该是要加在这两个C上面 才对 因为这里是多件 然后你看 这个C有一个H 这个C没有H 那我们根据马可尼夫规则 我们知道 这个H应该是要加在 这个C上面 所以呢 这个C 就是 会变成 带两个H这样子 然后 三件变成双件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C造超 然后 OH 就要接在这个C上面 所以这边就是接到H 然后 接下来 这个 CH3造超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继续氧化 接下来 这个H 会跑过来这里 这个H 跑过来这里 所以呢 这边C 就变成接三个H 所以这边就变成C H3 这样子 然后这个C造超 然后 因为这个H 没有了 所以这边就只剩下一个O而已 所以这边就是O 然后这边 三件要变成双件 对 因为这样子 才可以让C买结化 E 然后接下来 这个CSV 稍稍在这 那你看 这样子就是 顶红 接下来 第四点 第一个 碗类一进行取代反应 但是不能进行加成反应 因为碗类呢 没有双件 也没有三件 所以呢不能进行加成反应 但是碗类呢 可以进行取代反应 比如说卤素的取代反应 这样子 那 第二点 C绝 容易进行加成反应 但是 不容易进行取代反应 只有像末端绝这一种 才会进行金组取代反应 也就是我们以前有学过 在基础化学有学过 就是乙绝 乙绝这一种末端绝 加上硝酸银 然后 ag正呢 可以取代h 变成什么 变成 变成 这样子 这个也是2 这是 像末端绝 才可以进行取代反应 那为什么 细跟绝容易进行加成反应 那为什么细跟绝容易进行加成反应 这是因为细跟绝呢 有多件 所以呢 容易进行加成反应 所以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点 粉 甲粉 不会被氧化 所以不会使过满酸甲浓乙分色 过满酸甲浓乙我们知道是紫色的 那 粉跟甲粉 有双剑 但是 它里面的双剑呢 会共振 所以呢 是非常稳定的 不像细跟绝 细跟绝 细跟绝呢 因为 它们的双剑呢 不会共振 所以呢 比较不稳定 所以细跟绝呢 可以氧化 但是 像粉跟甲粉 里面的双剑呢 是会共振的 所以是很稳定的 所以呢 粉跟甲粉 不会像细跟绝被氧化这样子 所以呢 粉跟甲粉 不会使过满酸甲浓乙分色 那也不会使绣的势力化碳容易分色 也就是呢 粉跟甲粉 不会像细跟绝一样 会被绣进行取代反应 粉跟甲粉呢 没有办法 被 绣 来进行取代反应 因为 它们里面的双剑 会共振 所以 粉跟甲粉呢 是非常稳定的 那 西跟绝 西跟绝 包含 环西还有环绝 因为 有双剑或三剑 所以会使过满酸甲浓乙 或者绣的势力化碳浓乙分色 绣的势力化碳浓乙呢 是棕色的 那因为 绣呢 会跟 西还有绝的双剑还有三剑 进行加成反应 所以呢 绣不见了 那当然 绣呢 绣呢 就会吞色 因为绣原本的原色呢 是红棕色 这样子 那 第六点 尹绝是 无色气体 那浓乙酒精 或者 势力化碳浓乙呢 也是 无色的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 是 系列的反应 我们来看 甲是什么 甲的话 我们可以用 马可尼夫规则 就是 这个乙锡呢 要加上l 系列的话 那 因为你看 这个锡跟这个锡 都含有相同注目的h 也就是 都含有两个h 那所以 l 这个h呢 要加到哪一个锡都没有关系 那老师选择加到这个锡好了 所以 变成什么 变成C 然后h变成三个 然后双键变成三键 然后cl 到超 然后这个cl 就加到这个锡上面 所以这边变成cl 这样子 所以夹 它就是这样子 那你可以把它简写为c2h cl 所以a是对的 那再来 这一个是绿乙丸 那要变成乙存的话 我们就是利用前面的 这个观念就是 乳丸加折会得到锡 那你看 所以呢 乙呢 应该是要加上水容易才可以 不是酒汁容易 那这边为什么要naOH 就是因为呢 你看这里会产生 酸性的h变了 所以 要用naOH来综合掉 这个h变了 这样子 所以 V应该是 分裂OH的水容易才对 所以V是错的 那再来看C 0是什么 0的话 0的话呢 它是 绿乙丸 然后要变成C2H5NH2 那它到底要加什么 你喔 这一个跟这一个 可以拆一下 虽然你可能没有学过 这个反应方程式 那你可以猜一下 0呢 应该是 NH3才对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是加上 NH3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可以发生说 这个CL 跟 这里的一个h 来做反应 那所以呢 就得到 NH3 然后加上 C2H5NH2 这样子 所以 0是NH3没有错 就是 你可以有 反应前后的 原子数不变 然后来看出 应该是要 什么东西才对 再来看D的话 D 是什么 D的话 你可能会 没有学过 这个方程式 就是 唇类加上 这个 然后要变成 墨钉加上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 原子数来拆 可以用原子数来拆 我们就是来拆一下 我们把 这一个 把它拆开来 变成两个 可以拆成什么 可以拆开来 变成 C3 CO 还有 C3 CO 这样子 那 这个仪存 我们也可以拆开来 也就是拆开来 变成 C2 H5 O 然后 H 这样子 所以呢 你看 这一个 加上这一个 刚好可以得到 酸 所以 所以 这一个 加上这一个 会变成什么 就是变成这一个 就是 就是 这里的 这个 就是 这里 然后 这里的 就是 这里 这样子 所以 变是对的 那再来 依选项 依选项 它是 这一个 加上这一个 要变成 附加模式 那这个反应方言 是你可能没有学过 但是 我们可以用 语定的变料来拆 所以 我们就是来拆一下 我们先来看 这一个 可以分解成什么 可以分解成 C2 H5 NH 然后 一个H 这样子 就是四出一个H 然后 这一个 可以分解成什么 C H3 C O L CH3 O 这样子 然后 你看 它这边有 存 那要只能得到 存 就是 这一个 跟这一个 加起来 可以得到 存 所以 H 接到 O 上面 可以得到存 所以H5 就是 这两个相加 就对了 所以 你看 这两个相加 这一个 这是 这里的 这个 然后 这一个 就是 这里的 这个 这样子 所以 你可以这样子来拆 虽然你没有学过这些 化学反应方言数 但是你可以由原子数的变化 来拆 这样子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题是要 考间别的题目 一点像 能不能用 过蒙酸甲酸性浓液 来间别一扁存 跟二扁存 答案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不可以 听来呢 一扁存是一级存 那一级存呢 会被 过蒙酸甲 热性浓液 变成全 那二级存呢 二扁存就是二级存 二级存呢 会被氧化成 铜 所以呢 一扁存跟二扁存呢 都会被过蒙酸甲 容易氧化 所以呢 这个过蒙酸甲 它原本是 紫色 因为一扁存跟二扁存都有作用 所以 紫色呢 会困色 所以呢 一扁存跟二扁存 同样能够让 过蒙酸甲的酸性浓液 困色 所以呢 没有办法间别 那再来 例选项 柳酸 跟阿斯P0 能不能用 氯化解水溶液 来间别呢 这是可以的 因为呢 柳酸有 AR O1 那阿斯P0 没有 各位同学可以翻一下课本 金属化学二呢 有教过 柳酸的结构式 还有阿斯P0的结构式 那再来 西选项 丙全跟丙酮 可不可以用波乳的四季 来间别 这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 多伦四季呢 是在检验拳击 有拳击的话 才能够 让多伦四季呢 产生淫进反应 所以呢 丙全 会跟多伦四季 产生淫进反应 但是丙酮不会 这样子 一定要有拳击才能够 让多伦四季呢 有 提进反应 这样子 那再来 第一选项 甲酸 还有甲酸乙脂 可不可以用 培林四季 来检验呢 这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甲酸 还有甲酸乙脂 都有拳击 培林四季呢 是在检验拳击 它跟多伦四季一样 都是在检验拳击 但是呢 如果有拳击的话 培林四季 是会产生暗容色沉淀 那多伦四季呢 是会产生淫进沉淀 这样子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多伦四季 培林四季 都是在检验拳击 但是 产生的颜色变道 不一样 那为什么甲酸 会有拳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 甲酸 那化学式是HCOOH 它的结构是 就是这样子 H 它的结构是这样子 那你看 这里就是全基 甲酸的这里就是全基 所以甲酸 会让培林四季呢 产生红色沉淀 那甲酸移植 甲酸移植 就是 把这个H去掉 然后移植 移植就是 底纯而来的 就是COOH5 这样子 这样子就是 甲酸移植 那它同样这里有全基 所以呢 这两个都能够让培林四季 产生红色沉淀 所以 没有办法用培林四季来检验 这两者 那再来 依换像 中氢油 还有阿斯坪酸 能不能够用 培化碎的血容易来检验 这是 可以的 为什么可以 是因为 中氢油 它有AROHG 因为有AROHG 才能够让 培化碎容易 混涩 那中氢油 它的结构式是这样子 你看它有 AROHG AR就是 这一个本盒 那这里有OH 这样子 所以 中氢油 有AROHG 那 阿斯坪酸 没有AROHG 那再来 我们来看这一题 这点是 鉴别的题目 黑形象 我们知道 只有末端爵 才能够 进行取代反应 我前面讲过的 末端爵 那你看 一丁爵是末端爵 但是二丁爵不是末端爵 所以呢 A选项是对的 那 B选项 甲本跟E本 它跟E本 虽然有双剑 但是呢 双剑在共振 所以呢 这两者同样都 不能让 酸性过猛 酸甲 讲话这样子 所以 B是错的 那再来 C选项 丙烯跟丙爵 丙烯 丙烯跟丙爵 都有多件 所以呢 都会跟 秀 来进行加成反应 所以呢 会让秀 原本的 红棕色 困色 所以呢 C没有办法鉴别 因为两者都能够让 秀 困色这样子 那再来 C选项 甲酸奥 草酸 能不能够用 培林容易来检验 这是可以的 为什么可以 因为甲酸 有拳击 我是前面讲过 甲酸 有拳击 这样子 所以呢 甲酸 会让培林容易 产生红色沉淀 但是草酸 草酸 它的结构是这样子 所以呢 你看 你找不到拳击 所以草酸 没有办法让 培林容易 产生红色沉淀 那再来 第一选项 就是前面讲过 在这里讲过 接下来 这一题就是要找末端诀 你就是 去找末端诀 末端诀 才可以进行金属取代反应 所以你看一下 解释末端诀 那我们来看A选项 A选项 它是C 然后 H 然后 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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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H H 这样子 C C 三个键而已 所以 这里应该是要 双键才对 那 一样的道理 这一个应该 也是要双键才对 这样子 C 才会 1234 是搞这样子 那 你看 这不是绝类啊 所以 A 不对 那再来 B选项 B选项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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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件 是在这 所以 它是末端 杰 这里 3件 是在末端 所以 他是末端 没有错 所以B逝对 再來 C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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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这样子 C B选项 B选项 那再來 這邊應該是有雙電才對 因為這樣 這個C才會12344的 這邊C也12344的這樣 所以他不是絕類 所以C是錯的 那一起來像會同學說自己看